大家好,我是小胖,今天来仁川看车来了 说实话,我本来没想过要换车 就我这台车现在已经开了八年多了 然后四个骨骼,包括电瓶啊,保养啊,我都新做的 我新的再开个四五年呗 但是昨天我就给我来电话了 说他朋友有一台车要卖,非常合适啊 然后问我要不要买 是22年的佳化,跑了两万多公里 就是久坐的,然后配置呢,还非常高 哎呀,价钱呢,2500万,我觉得也挺合适的啊 包括这台车呢,我就啥的也都了解 所以就是问我想不想换,车况呢,也是非常好 所以就是我昨天呢,回家跟我媳妇商量一下子 他不太赞同啊 然后晚上的时候,我又跟我媳妇商量商量 最终就是同意了 因为我家小小胖呢,现在坐后边吧,就是空间比较小一些 然后东西也多呀 所以这台车呢,就非常实用 然后价钱呢,又不是很贵 但是唯一有一点呢,就是 我舅的朋友本人呢,没在这个韩国,他回国了 然后 等那个来了之后才能给我过户 所以呢,就是如果说今天我看好了的话 我就给他交定金 然后等他来了之后呢,他再给我过户 但是车,我可以先开走啊 反正,等会来了,给大家看一看吧 车刚到啊,22年的第四代佳话 整车非常洗脑,完全无事故 刚才我看了一圈,包括这个龙骨花痕都没有啊 给大家看一看 这车是满配啊 米色那是,九座的 在全景天窗 反正,我是挺喜欢的 后备箱,这边也可以看一下吧 它是九座的,怎么整的这个 打开了 它下面还有座子,把这个拽出来 后边还能坐两三个人 车内也非常新呢 都是全自动的 这我儿子要坐这后边的话 按个儿童座椅 不就妥了吗 这还能往后拽 因为这个是九座的 它不带那个电动调节的 用那个往后边拽就可以了 前排 这里边有没有东西 哎呀,这还有东西呢 脚垫啥的都有 回家也不用收拾 这个功能是韩国字 我也不会整啊 回家慢慢研究吧 反正整体状态都特别好 特别新的 就开了一年多不到两年 我看这轮胎 轮胎用一半了差不多 整体外观也 挺好 没有划痕呢 你看我这车轮胎 今年新换的 四肢全换了 根本没想过要换车 根本没想过要换车 大概就这样吧 我上去感受一下 这功能太多了 比我那功能多呀 我都不会用 这车开着也能听得意 唯一一点就是 太大了 比我那车大多了 看看里面导航配置 我感受一下吧 哎 这车他总叫过呢 啊 后边门没关 这有提示 在前面就可以关 你这个 你这个 太好了 整车非常安静 因为这车太大了 也配了那个 360度的造车影像 我再有这些东西 要不我开不好 我这韩国路载 一共跑了26590一公里 全景天窗呢 哎呦 自己就开了 后边还有一个 都能打开 开一圈试试 他这个绑坝跟我们不一样 十夸档 这确实啊 开的挺舒服 车那个奏音 替我那个小多了 他这个排量是2.2T 2.2的才有的 我那个是2.0的 这车新特好像提的时候 卖4500万 挺好 行不错这车 我感受一下2排的空间 这坐着也挺舒服 这新车是不是不一样 我看三排空间 三排的话 也可以哦 像我这么大大体格吧 也可以了 然后他这还有这个遮阳帘呢 这呢 我家孩子 坐后边的时候 把这个遮阳帘拉开就行 行挺好 遮阳帘拉上来感受一下吧 这个座椅在那个 凉缝的热缝的那会像是 行挺好整体 也自己就关上了 啊 他这还带这个功能啊 一打转向这块有画面呢 完了往这边打这边还有画面 这个实用这个刀车的时候 把前面机盖打开看看 这我也不会看的 但是这里边啊 看着都非常醒的 大概就这个情况吧 大概就这个情况吧 应该没啥问题 因为我就了解这个事了 开回家让我去看看